首先就是北斗龍華公園這件事 我們後來也是在大家的協助之下 想盡辦法來救這些樹 我在這邊跟各位報告 各位看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感覺 我們在樹木無論是移植或修剪 有公園處做的 我們是公園處做的 如果能夠去分辨的時候 公園處有跟各位報告 我們應該有進步 我們對廠商 我們對我們自己分別都有要求 對廠商的部分 我們其實有要求 他必須要有18個小時以上的教育訓練 然後教育訓練的部分 包括實際上修剪的部分 我們還有考試 考試針對學科 針對術科 都要過之後會給他一個證 這個證好像有效是兩年 兩年之後還要重新再來一次 然後他工程開始之前 那我有跟我們同仁講 就是說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是預算不夠 未來如果能夠真的順利遵取到預算 我們希望後面能夠用一直採購 也就用最有的標本的方式來標版 然後我們現在在理會過程當中 我們會希望廠商執行的好或不好 能夠留下紀錄 首先在開工之前 我們會有一個類似教育訓練的方式 就是實際上 就除了說他必須要取得這個證之外 然後我們開工之前的話 我們會請老師來示範修剪 給這些功能看 看了之後他才能夠上網去做 所以我們後來來說 其實我們是覺得應該是有進步 那是不是有進步的功能 我們相信一定也有 那我們對我們自己同仁的部分 我們也是從去年開始 開始在分辨訓練 然後我們現在做兩個部分 一個是我們發揮中心在做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也請我們工訓處替我們開課 那我們對我們自己同仁的要求 第一個他也是一樣要受訓取得增長 因為其實有很多我們的老職工 他說我修了一二十年 甚至於二十年以上 他習慣很難看 可是我們會要求他 過去其實確實沒有那麼細膩 這個我們要承認 過去做得不夠好 但是我們也有在裡面 那所以我們對於先進的同仁 對於舊的職工都要求 那另外我們還要做一件事情 我們剛說我們有建議一個平台系統 那個系統將來還會有一個功能 就是說我所有東西把數位化建檔之後 它的維護管理的軌跡會在上面 也就是這棵樹的履歷資料 我在哪時候尋查過 我哪時候做過病重愛防治 或是我哪時候做過修剪 哪時候做什麼 會知道 然後我要做什麼 譬如說我也是在我們士林管理附近 關心他修得不好 修得不好之後 將來我現在我只能夠去查人工的資料 務必查得到 我將來系統上的都查得到 查得到的話 他如果是第一次犯的話 我就要求他再去查人工 如果第二次的話就要擠過 我們現在的想法是這樣 然後對於委外 就是如果不是工 如果說是我們委外廠商的部分 我們其實還是有罰則 那我們其實罰則有兩個部分 一個是自治條例的罰則 自治條例也有罰則是看結果論 結果你也造成回水 有不同的等級 不同的等級的話有不同的罰則 那最高到那個 上次有跟大家報過 就是數目本身的那個基本費 基本的那個單價 然後乘以7再加補資費 可是這個大家可能會覺得說 財產更恐怕沒有錯 但是我們在合約裡面 還有一條法則 工程契約範本 在台北市政府的契約範本 無論數目修剪或數目移植 它是以就是一件 一件如果說你有缺失 沒有依照我們的規範 或者是說有施工不當的情形 那麼它預期沒有改善的話 每一天至少罰三千 你還可以更高 每一天給它一件 所以那個罰起來其實有可能會非常多 如果你以宋燕蘭 以那個遠雄來說 那個可能會罰幾百萬 我給它算了一下 所以其實大家聽說 一棵樹一天三千塊不多 你一百天就多少 其實那個很多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其實我們沒有在做 但是我們最困難的就是 最困難就是不是我們施工的 我們真的是沒有辦法去直接要求 如果它是行道樹 我還可以拿它有辦法 如果不是行道樹我比較困難 可是它如果是台北市政府的工程的話 我們現在已經要求了 它要把我們訂的規範 就是我們一直作業規範 或修剪作業規範 要納到它的合約當中 而且它應該是要用我們市府的合約範圍 也就是剛剛的罰則都在 我是覺得說我們應該是要加強 對於所有執行公共工程機關的要求 這個之前我們有透過市政會議 然後有透過公文網返去要求各單位 然後我們也在這邊 我們開班授課的時候 其實去年在這邊其實是做完的 然後我們今年的部分在工訓處辦 事實上辦的效果是不錯的 那只是說我自己來看 我覺得其他機關做的真的是比較沒有落實 那這個是我們後續要努力的 所以我們員工隊要不慢 這個部分如何加強 當然我們自己的部分還是在持續努力 但是對於其他機關執行的部分 我覺得那差異很大 那個是我覺得是要相當努力的地方 然後接下來剛提到就是 榮華公園那個 我覺得就是過去真的是修典不好 但是如果我們現在在 我們自己做的還不好 請告訴我們 那我跟你講就是該成熟就要成熟 那再者就是5500萬的部分 其實跟各位報告 我們過去事實上是單純就是那個 樹木修剪是1400萬 樹木其實需要適度而且正確的修剪 才能夠維護那個樹木的健康 還有整個健康 那這個其實包括很多安全系的一個需求 那但是過去其實就不夠 再加上我跟各位報告 最大的問題不在哪裡 以前學完了之後就很害怕 因為沒有錢可以做後續的處理 尤其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那個全民愛公園 我本來叫全民愛公園大家一起來 氣女版就要做了 可是我們在想 那個大家一通報之後 如果我自己拿走 所以就很擔心 那如果說我們這5000多萬能夠順利來取得 能夠爭取到預算的話 除了修剪之外 其實我們最重要裡面還有尋查 那我還是要求我們同仁 這個部分要用最有力標 我們找好的廠商 我剛剛其實也有一點就是說 我們對於新的合約的執行 一定要把它納入領約績效管理 我們現在公園的維護已經加了 所以我們現在公園維護應該要比去年來的進步 就是廠商做得好做得不好 做得太不好我就罰他錢 做得不太好我就扣他點 那罰錢的一定要扣點 扣點不一定拿錢 那這個是做什麼 就是如果這個廠商它的軌跡 就是我們所謂建立廠商履歷資料 讓我們將來可以知道這個廠商到底做得好不好 做得好我可以直接讓他續約 因為我可以保留或許過程 直接讓他續約 那如果新標案的話 我透過評選制度 可以知道辨別廠商的好壞 讓他的分數可能會提高 那就是造成一個良性循環 也就是好的廠商他會容易得標 然後我給他合理的價格 那避免像以前 以前其實有一句話不知道大家聽過沒有 想要得標的話就靠強標 想要賺錢的話就是靠偷工減量 那過去就是最低標的負面循環的一個情形 我們現在希望要到完 希望變良性循環 所以我們不要廠商是砍價格的 因為我是覺得那個不叫節省公檯 那個反而是量搭配公檯 我覺得政府應該是要付出適當的預算 讓廠商有一個合理的利潤 讓這個品質是被要求的 這品質是被接收的 這個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們剛剛提到這5500萬的部分 除了剛剛我們說的這幾個之外 就是我們尋查之後 或者是說透過APP 大家回報之後 哪些數需要去處理 那需要如何處理 後面能夠有後援 這個其實是很重要的 所以能不能落實 我們會希望能夠落實 也就是說我們這個旅約機校管理制度 或者是後面還去配合一個叫做 我們會成立一個委員會 就是我們會去旅約機校評鑑委員會 也就是我們會有一些委員 然後來看廠商平常的表現力 我們每個月都會檢討一次它祭典的情形 所以透過這樣我們會希望可以落實 因為有一個登戈報告 我們去年以前 所有的公園維護全部都最低標 公園維護的情形有些好有些就不好 甚至有些影標也不要 為什麼 電話打去它才去掃 沒有一久就有它就不去掃 真的有這種狀況 可是我們今年改了之後 當我們遇到一個狀況 標不出去 因為我們要求別人 但是標出去的大部署執行的比去年還很多 所以我對於我明年這5500萬 我是有信心 當然就是要能夠過 一直在聽講給主席出聽的樣子 所以剛才移植之後 事後的檢討 第一線能不能落實執行 就是我剛才已經有講 沒有落實執行你就在那裡 那裡我回來就辦了 廠商該罰款就罰款 該記者就記者 同仁該記過就記者 就是這樣 我就說只給一次機會 對廠商也是一次機會 就是我們有所謂的限期改善 那如果它之後還是這樣就好 所以我們會希望 跟我們ICT的發展是能夠結合的 所以這個罰責的部分會落實 然後剛才有提到愛公永這個 我們今天因為同時 另外一邊在爭取智慧城市的預算 因為我們把這幾筆都列入智慧城市的預算 所以我們的資訊室沒有過來 不過這點很重要 因為怎麼樣讓每一個人都知道 尤其每一個愛護公共設施的人都知道 可以透過這個APP 能夠來給我們 當然我們預定是大概7月可以完成 之後我們會希望透過一系列的宣導活動 當然也希望各位朋友幫我們多多宣傳 其實我們還有搭配 就是我們的廠商還有我們的同仁 在外面工作的時候 我們會要求他做穿背心 然後那個背心上面有編號 你照到背心的編號我就知道是誰 如果他該寄家獎的 你也告訴我 該寄過你也告訴我 所以等於說為什麼叫全民愛公園 就是人力不足 但是我們希望動用到所有每一個市民 每一個愛護綠資源的市民 大家一起來 剛才有一個建議其實是非常非常好 也非常重要 就是說教育其實很重要 我跟各位報告 我最深的感受是什麼 我們在公園處其實很被罵 有譬如說他們家的小組在公園裡面搭避 或者是說哪邊有設施怎麼樣 就是不當的使用 像我們的公園遊戲設施 我們之前就被要求就是說 要有幼兒的遊戲設施 那其實為什麼很多都不太敢做 其實常常都是被迫玩 大小孩去玩小孩小小孩的東西 有很多的東西就是 民眾其實是沒有一定的觀念 就是沒有道德的觀念 這是很嚴重的 我覺得市長講一句話講得很好 他說最好的管理就是不用管理 那否則的話我就常常在講 我們其實在明年度 理體公園過來之後 包括國共木頭的土地 我們將近有1000個公園 跟綠地廣場 我們所有人去排排站 一個人站一個公園都很夠 所以不能夠只靠人力去管理 我覺得教育真的很重要 怎麼樣讓市民能夠有文 我覺得市民需要被教育 我覺得我們的道德必須要提升 如果每一個人愛護公園 愛護樹木 能夠像對自己家裡一樣 其實我們不需要那麼多人 我們不需要投入那麼多的資源 所以剛剛提醒我們 我們其實也一直在做 就是社區的教育我覺得非常重要 怎麼樣讓當地的居民 甚至於讓里長能夠投入 我覺得這是非常好的 像剛剛提到的 我們其實目前的想法是這樣 就是里長公園會回來 那我們會也希望就是說 能夠盡量去提倡任養 然後這塊 您說這塊我們還沒拉進來 我覺得可以考慮 把任養的部分一掛給 一起進來 因為我們任養之後 我們就會有評比 像我們去年度有 針對我們任養的單位 事實上也有一個肌肉評比 我們今年還要來做 所以 而且我們今年要擴大做 以往不是公務局頒獎 我們希望今年能夠讓市長頒獎 我在講 原木頓也沒有忘記這件事情 也是透過就是說 我覺得我們想法其實是 跟剛才我曾經所講的一樣的 就是透過宣導 透過教育 然後提升民眾的那種功德心 還有對於公務事務的熱情跟關懷 那我們怎麼來做 我們或許透過一個榮譽吧 所以我覺得評比事實上 是一個很好的方式 那接下來就是說 他是不是能夠分區化 我覺得我們也不能夠想想看 因為我們現在就是12個同仁 基本上是以行政區劃分 我們是分成四大塊 東西南北 那每一區原則上是三個人 不過每一區比較三個人 那這個部分我們可能接下來思考看看怎麼做 然後剛剛您提到最後那個中華工程 應該不是我們的工程對不對 應該不行 對 那這個就是我們後面要努力的 但問題他移的事情到處 對 所以其實我們 有對我們員工內部有討論 就是說 人家在移的時候 我們也去看 我們也去當場要求 尤其就是說我常常看到 他底下包袱的包袱材料都被拿掉 那個樹怎麼樣長不長得好 那只是說我們必須要再運用有效的人力 那當然你們如果看到也協助了 那我覺得我們必須要有那個砲 目前來說是不太夠 那我們是不是說怎麼樣來說 可以讓他們的合約 我們可以去夠得到 因為合約講法其實不是我們 可是因為他合約裡面理論上來說應該有我們的規範 那這個規範的主管機關是我們可不可以透過這樣來要求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要努力的 是 那不知道有沒有哪個部分沒有回答到您的問題 謝謝主長的回答 就是說我們當然還是少少的抱怨一下 就是說我覺得說當初松菸在移植那些人已經到處的時候 他竟然可以一天沒有經過養根斷根的程序 然後就移走那些所謂 就一天就移走三十幾顆數 這件事情其實對我們 其實當下並不是沒有人去擋 也不是沒有任何的去就是找資源 當然都沒有用 但問題是執行的單位對像您說的事實上是元雄嘛 但問題是為什麼可以讓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的政府機關 那為什麼可以讓這件事情是成立的 那他們就被移走了 那假設警察代表的公權力 他到現場他也不做任何的 也就是說他有移植的公文 可能他不去看他移植的細節 就像這些規範 那反正可能像財團講的就是移了再賠嘛 是不是這樣子的精神 但是我們的主管單位就是說 也許並沒有辦法有足夠的 就像你說的power的問題 去遏止這件事情的發生 那就現場就民眾跟公人在那邊推啊擠啊 就變成是這個樣子 對所以這件事其實在當初 對我們參與現場的民眾都有很深刻的 印象跟所謂的留下來的記憶裡面 就是說但所以我們一直覺得說 剛才我們做了這麼多努力 除了就是說應該是讓政府跟人民 是站在同一個角色上 而不是我們好像是對立 我們好像在爭取些什麼 事實上我們不是 因為我們應該不是站在對立面 而我們應該站在共同去面對這些事情 對所以這就是我覺得我們在做這麼多溝通 真的想要進行的努力 然後我覺得不只是政府在做 包含人民的部分來講話 我們也是希望說 我們會 我們自己事實上也在組合更多的力量 能不能透過我們自己辦的應對 各種方式 讓民眾這樣的素養能更加的提升 所以跟出場的報告是 我相信不只是政府這邊在做 我們自己民間用自己民間的力量 也希望可以進到 我們自己能做的部分 那所以也請您這邊加油 當然我們這邊我們自己也會努力 那剛才這個大哥 其實那天我們去榮華公園 其實他們那邊真的是做了很大的幫忙 就是說我覺得那麼多的 他們其實做了很多事情 我覺得在現場那邊溝通狀況就是良好的 我覺得這個就是最重要的 重點不是在於那些素最後不會被移植走 而是我們看到他們的 而是我們看待這件事情的態度 對那些老人家們的態度是什麼 如果我們是很強硬的就是 啊我不管我就是要贏 而沒有做任何的交代 他當然會氣他當然會跟你對抗 可是如果你好好的去跟他說明說 為什麼這些素子染病了 我們能不能怎麼處理 能不能先救 救完之後能不能 真的不行的 怎麼要怎麼去動作 我們能不能一步一步的講好 我覺得能明是有這樣的素養 就是他不會就是你生病了 就跟他說我硬不要移植 可是重點是說前面的溝通 而不是一早醒啊 他宿得不見了 對啊 就這個部分是比較 所以我就說 除了我們在做這些動作之外 就是說所謂的跟在地的 尤其是公園或者是什麼 在地的情感的連結 這部分是非常的重要 那可能不管是老術還有是文資 這就是為什麼 就是護術團體還有文資團體 這邊一直在強調 就是 這是屬於那些老人家的程式的 這是他們屬於他們記憶中的一部分 對 所以這是我們 這時候也是我們正在努力的 那也是希望把這樣的精神 跟這樣的想法 能讓一般的市民 能更感受得到 或者是說 他們從思考的過程當中 能不能站出來行動 包含你剛才講的公園 有些是被大小孩給弄壞的 能不能這部分 能不能 讓大家慢慢去建立這樣的素養 這就是我們共同在努力的 好 那很謝謝你今天 謝謝 非常謝謝 那其實剛剛你出的 我也是非常有感受 其實我 我